哈喽爱奇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志涵 整个港口 化学物品爆炸量相当于20颗原子弹 但爆炸的话 这里将变成一片死 特勤中队的给我往里看 打他要攻击战 所有人都撤 每一场都很燃 最燃的 不是说最燃的吧 预告片当然是都很好 我觉得那个老师说的那句话 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 哇那句话真的说的太到位了 那种就是说到了 可能我就比如说我快退伍了 哇我就想能会一天是一天 就是那种 就是好玩不会说善事善终 那种感觉那种人啊 我觉得每个消防员他其实都是 可能每个人吧 不单是消防员都身上都会有多少缺点 只不过他是他这个职业 然后呢他在那个当时那个场合 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 所以他成了英雄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啊有啊 就做佛称的那一场戏啊 然后是是自己加了一些台词进去的 当时就想着怎么 能自己多一点戏 就因为他当时就是说罚做佛称嘛 然后我就为了把我这个人物性格 更加突出一点 我就边做佛称 我就很多废话的那种 就是因为很多就是等不服嘛 就是班长 你知道你做什么 哎呀 就我也是个老兵了 也可能资历比较老了 班长一说做什么 我就 我就反而心里还 内心还在那嘀咕呢 班长边在那训话 我边在那下面嘀咕呢 就是他这个人物嘛 就比较贴近 可能就是在 就像我们在军训的时候一样 就是教官你罚站 你怎么做的不好 罚我干嘛 就这样的 而且就是这种官兵都很年轻嘛 年轻气盛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毛病啊 那次后来是真的 是我配音的时候特别困难 就是要模仿 那个边做佛称 边说话的那个感觉 太难了 太真的很难 配音的时候是最难的 而且当时 因为一条一条拍很多镜头嘛 拍到后面是真的做不动了 就起不来了 那个表情很猙獰 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配音室 就是一摸 什么时候吸气 什么时候做佛城 我就要跟着那个节奏 边自己边做 然后边配 才能找到那个感觉 你为什么一二三四二三 就骗我们 我如果 我说话跟你说 你们谁还敢进去救火 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 来啊 消防战斗 到我们有牺牲 准备站好 是 谁管过后 是很震撼 你知道放那么大火 我们有的时候就 拿起自己手机偷偷拍一段 真的是 太 而且那些爆破 这几天导演在朋友圈里发 哇 那真的是 天翻地步 我们有的时候坐在监视器 前面看就 就会震到 就是那种 有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个就是 那个爆炸 那个火球 有一条 直接冲着摄影机 就飞过来 那个 假摄影的都 都害怕 就直接冲过来 还要躲 就是真的是 场面非常大 而且不是说做特效 做出来 都是挣扎 基本全是 就是 可能就是说 就是在身上的火 不会点太大 可能会加一点点火 但是周围的什么的 全是 主要是 安全的情况下 全是真的 火点 就是会往身上点 然后呢 有的时候砸下来 要拍那个 当救援的那个 那个 把我们俩隔开了 把我和队长隔开来的 那个戏 就是真的就是 天气一发 东西就往上砸 砸到了 我才能做反应 那最后来的嗓子 也特别感受 我说你 真的 我大概嗓子 坏了好几个月 就是后来一直唱歌 就感觉一直 嗓子就是 没有办法闭合 就是一直哑着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 哪出问题了 就是声带了 因为真的含太多了 然后 杜江老师的那场戏 有一场戏 就是 我后来问他 怎么拍 当时我看了 他就是拍完 第二天剪完 给我们看 太感动了 就是那个 因为 是一连串连贯拍下去的嘛 他救我那场戏 就是嗓子已经哑到不行了 我们大家都全哑了 然后拍后面 他跟那个消防员 坐在一起 说一人流段话的 那个时候 他那个嗓子 真的是 真的就是 太真实了 我觉得当时 消防员肯定也是这样的 嗓子肯定就说不出话来了 他就是这样 然后我说 你后来配音怎么配呢 他只能尽量还原 但是如果 他能留住那个事情 那我觉得 太牛了 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 多多支持 我的新电影 烈火英雄 因为这是 致近消防员的一部电影 就像小明哥说的那样 要忘记我们 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 都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词 文字幕志愿者